大家好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就是盧子健博士的辦公室 雖然我沒有知道後面有什麼事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很高興有機會跟前輩聊天 沒客氣 因為最近我先說背景 因為過去說不止是幾個月 一整年 我久不久都有分享你的文章 多謝你 你粉絲多 我不能粉絲 我不是這樣說 我也是介紹骨灰級中間派前輩 很多人問為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現在新世代永遠都是 世代交替很快 對我們這代來說 都會看著你的文長大 但在下一代來說 要再重頭 看你的文長大 我沒有這個資格 因為在我們小時候 盧博士都很… 是不是叫中間派 現在好像被某些人弄得很污名 我從來都不為自己中間派 所以都不敢認用 但你以前做了很多譬如政府的訓練 都幫他們培訓公務員等等 亦都是溝通的橋樑 但過去那一年 你寫了很多文章 有很鮮明的立場 亦都是相當批判性 我又是覺得有點驚訝 只要你上了案 完全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為什麼會重新做一些粗重的社民 粗重的社民 社民不粗重的 但要有事情想 才不操縱 如果沒有想頭是很粗重的 我想這一年多亦都沒有那麼粗重的原因 就是香港太多事發生 你能夠談的事情想講的很多 說回原理 例如去年之前 你也不想說是沉蝕 因為在公共空間上 你就沒有再好保持密集式 我們分享觀念 是什麼突然間你覺得 我要再做這個崗位 因為你應該第一次寫 為何你覺得是否30年前 40年前 第一次投稿叫公開空間 是說40年前 你最初都是寫國際關係 是 最初就是國際關係 因為我這樣講 講到最遠古 很小的時候 在港大學生會是做國際事務 那後來 後來就讀研究學位 都是讀國際關係 所以那個本尼是我自己的本項 不過國際關係後來反對香港 其實就沒有什麼穩食空間 所以就變成本地化了 做本地新聞 中國新聞 因為我第一份工作都是做新聞 後來就會以香港本土的話題為主 不過剛才你講到 為何去年又寫文 其實我自己一直有寫作 就由40年前 一直到2014年前 還在明報有個專欄 雖然頻率都不是很高 因為你有很多東西想說 才值得拿一個曝光的空間 是 但2014年 其實大家一定記得當年是雨傘運動 亦都是政改那個人大831的決定 我很覺得其實一個世代的轉變是很明顯的 即使當時可能未必很明確知道會怎樣轉變 但即是說香港日後的發展 社運 都是會由年輕人來帶領 雖然之前已經有反國教那些 但反國教可能比較集中一個話題 但去到雨傘運動是一個全香港都關心的一個運動 我覺得 幾十歲人 所謂 別這麼多話說 因為讓年輕人可以盡情發揮 所以我是停筆的 到去年才再寫 我覺得去年的運動亦有很大的特色 就是不同年齡 不同階層 都捲回去 這就是我們很想探討的現象 都是叫重出江湖 但一方面見到年輕的世代不斷冒起 他們有很多意見 成為不同的手法 但令到你覺得可以和他們都聯繫到的原因 有時候世代論都很嚴峻 有時候聽青人都覺得 這些男家 這樣 那樣 廢老 藍絲 那怎樣可以聯繫到他們 其實我都不知道能否聯繫到 反而是自己個人發聲的意思 亦都是可能我的讀者群 都仍然是 我年紀都不出來 可能沒有很多年輕人看 都不出奇的 所以多謝你去分享一下 可能你和自己的群多些年輕人 我年紀都不小 不過我想如果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和2014年的雨傘運動比較 如果問我 雖然大家都有些共同點 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是一個基本的理念 相當大的分別 其實是雨傘運動追求的真正普選 是一個未來 去年的反送中運動 其實香港人自己現時的權利 現時的安全都受到威脅 所以牽動起社會面 亦都是2019遠比2014年強 雖然2014年都相當強 但相對上來 大家看到都是幾十級數的分別 2019卷入 亦都是不同年紀不能階層都有 大家共享這件事 先不要管你以後怎樣去發展 起碼我現在已經有的東西 你不要拿手我 那個反彈是很強的 亦都有點像當時2003年 23條如何成為一個歷史性大遊行的誘因誘法出來 都是相似的 我們不想有一個23條去衝擊我們享受的自由權利 一方面我們見到公民社會有很多不同的反應 亦有很多很新興奮的方式 但有些是否叫驚奇的地方 因為政府那邊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回應 即是沒有人跳船 沒有人辭職 沒有人有任何懺悔 或者任何反思的跡象 你跟他們這麼熟 你不訓練我這麼多公務員 你覺得究竟他們發生了甚麼事 熟又不敢說熟的 公務員可能也都 或者以前就算是港英年代訓練 可能都有一種叫做忠誠 其實他們都是很忠誠執行的 如果他們不同意 他們可能都是內部自己提出 未必一定公開發表 不過有時他們會選擇離場 所以公務員會跳船 其實回歸之後 有些人做統計是否有很多AO離隊 外面又有些更加好運的路數 可能需要他離隊 但也可能有些是由於他對發展 他不太符合他的想法 他離開的政府都會有的 公然大炒大辣的確從來都不多 我不知是甚麼原因 究竟是培訓令他們這樣 即是說制度 還是中國人的政治文化 這麼多年 其實都是沒有搞亂檔 最好就是 也都是就算有不同的看法 文化就低調處理 就有矛盾 最好就不要激化 會不會這個文化傳統 真的強得那麼重要 即使香港表面上 好像現代化大都會 其實仍然都是在政治上 我們保留著很多這些 中國這麼多千年 那個封建文化的樂引 你有很多的文章和你平時的談話內容 都是講關於政府管治 到現在這個地步 還有沒有任何管治可言 香港現在有些是無政府狀態 或者亦都這樣說 多政府狀態 不只是特區政府在管治 還有北京的直接管治 甚至現在不是一個兩制 一區三制 即是我們在香港一個區裏面 一個制就是原本 特區政府原用港英那套管治方法 那班人有一班人在說 第二套就是北京想全面管治 於是通過了中聯辦 以及它自己的一批支持者 擁凳 就去用它的方法去想管治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其他香港人自己民間社會 對這兩班人的表現都不滿意 用自己方法企圖去自我去維繫 去維持著社會的發展 所以現在香港是很難做到任何事 因為幾個不同的體系 互相衝突之間其實是 對話不了溝通不了 亦都未找到共同點 以前所謂緊討中間派的角色 都還可以溝通不同的人 去到這樣的形勢 剛才你說有很明確 有不同的權力核心 或者不同的投資者 但又見不到可以溝通的前景 你覺得可以發展 其實中間派這個名堂 我覺得從來都是一個 概念上是站不到的一個名堂 不過很多人這樣用 我自己都不會覺得自己是中間派 中間派一定有兩極 那應該叫自己是中間派 而中間派可以生存 就是兩邊的人不會夾你 你才可以生存 在香港我想是很難 現在這樣的形勢 亦都在國際大氣候下 現在大家看到越多 因為國際大氣候都是宇宙爆炸 光寶越打越闊 其實中間的承接力是越少 可能兩邊更多些人 你還可以多點位置 所以要迫著你 多數你都會 另一個角度看 如果有研究中國的政治 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即是說中國的政治 跟外國的小小圈不太相同 就不是說用不同的派系 這樣來去做分野 而是用同心層一圈圈做分野 最深圈圈 外面有一個小圈 但他這麼想 那個圈以外的就不是自己人 你都沒有什麼中間 如果這樣想 中間只不過是核心 核心的外圍的外圍 所以那些想像自己 可以當中間派角色的人 其實是很幼稚的想法 只不過你在哪個圈 你不是最核心 你又不是最遠的那個 你當自己在中間 大家為何會這樣看 你那個光好的角色呢 因為有些你當年的戰友 都是入政府 現在某些局長都是你的好友 你覺得 可以不用開名的 但他們的心路歷程又是怎樣的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對於有一部份 以前叫做民主派 或者泛民什麼都好的人 加入政府 加入目前這個形態的政府 我自己是 不能夠猜它是怎樣想 但我自己覺得是 自己無法去接受或認同 因為如果你參與一個政黨 你有一種叫做政治的信念或理念 到你去參與政府運用公權力 你應該實踐你自己的政治的理念或信念 例如說兩樣說 你心裏自己貪權力 這是另一回事 說都是這樣說 但當然現場的政府 根本都不接受這些理念或信念的時候 那你為何參與呢 你連那個立足點都沒有了 那參與的基礎在哪裏 你真的想一想不到 所以我覺得都很離奇 我是不會同意 亦都不明白 但至於他自己的心底是怎樣想 所以你應該找個機會訪問一下 不是 IQ太過很難溝通 但是 因為剛才我們說到溝通的角色 就算沒有現在的什麼崗位都好 那是否已經完全無計談 有否可能 剛才你說的幾個 Lobby一國一制 就是全民管治 或者民間 是否已經完全以後 都不可能再聯繫 你怎樣看前瞻這個未來 那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跟個人 我就覺得溝通永遠都不應該沒有 有人不肯溝通就另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坐下來談 有矛盾 不是等於不可以談 最近大家都看中美的角力 就算當年連敵對的環境 即是由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到解放 直到1972年李克遜到中國訪問之前 這二十多年 不等於沒有溝通 不過不是公開而已 現在都有很多種 你說到中美關係 又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你的名字都經常有中美關係 都會出現 這麼大的字 是的 經常都說好一些 譬如說樂師會 就等到你的名字 然後又說顏色革命 都很誇張 你怎樣看這一類我們一般人 都會覺得很荒謬 你們怎樣可以維持這麼久 原來發覺 方法說很多次真的可以被人相信 這個當然是 很多人歸咎於大外宣大內宣 但也未必只是中國 你看特朗普 CNN每天都幫他數 今天說了幾次謊 我想這四年加起來 就算過萬也不出奇 所以這也是一個 人性可以這樣說 不過會不會近這十年八載 可能因為社交媒體那種 冒起 令到這些情況更加嚴重 因為其實社交媒體是同溫層的 大家去看自己想相信的東西 多於說被人影響 都幾誇張 有時都會收到親戚原因 有時都會收到不同的深藍信息 久不久就有 洛詩會是由你控制 然後美國就通過你去策動 這個銀色革命 即是這樣的 可否趁這裡乘機說兩句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 第一 洛詩會不是我創辦 我曾經在洛詩會的董事局 亦都做過主席 但在2016年已經離開了董事局 所以現在只不過有一個普通的會員 洛詩會亦都在美國其實沒甚麼大的影響力 有一個美國的洛詩會 但在當地的資源團體來說 洛詩會是全世界的 在美國來說 最大的是英國 全世界都有20個洛詩會 其實都散佈很多不同的地方 各個都是自己自主地運作的 包括香港的洛詩會 香港洛詩會實際上 亦都在中國內地 是有一個正式登記的 因為好幾年前 中國都採取了法律 有境外的非政府組織的登記規矩 那個都很嚴謹的登記制度 即是你要在公安部登記 亦都在公安部登記之前 你要先找到一個贊助的部門 即是你婆婆 譬如你找到扶貧辦 扶貧辦就肯迎頭 即是幫洛詩會背書 就好像一位侍徒一樣 讓你去登記 登記完之後 你的年度計劃 都要交給這些婆婆 交給公安部 所以如果說到 如果你說深藍這樣的傳 他們應該回到中國內地 跟公安部 深藍是不會做這些扶責工作 基本上就是 我想你說的大家都會明白 都會覺得是很低層次的一種文宣 但問題是這幾年真的原來越多這些 即是一些很 即是你應該跟他們比較熟 你應該去 不會溝通 去拆解他們這些宣傳 我真是想看看當事人 你覺得不覺得 為何會發生這些事 即是本來是無一文 為何可以 即是這麼低層次的 fake news 都可以越來越廣泉 這個我不懂得解釋 但即是 fake news 全世界周圍不同的話題都有 唯有這麼說 所以不只是 閒於剛才你說的那隻深藍 即是就算不是政治的 fake news 周圍都是 所以這可能是超越政治的問題 那在未來的香港 你覺得還有沒有希望 看你的希望是甚麼 即是這麼說 即是香港有一部份人是覺得 他不覺得香港跟中國有甚麼關係 但現實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 其實我們不能擺脫他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有沒有希望 這個都是幾千年的問題 亦都可能就算你無論是甚麼顏色 都會思考這個問題 中國的發展其實近這幾十年 在經濟上發展是很大 很多人都有期望 希望在政治上都有相若的發展 可惜就沒有了 但是否能夠持久下去呢 即是以世界上現在我們見到的樣板 起碼絕大多數經濟發展的國家 或遲或早 他都會有政治上的變革 去配合 那是否中國會是唯一例外 以後都 即是他可以得之獨秀 跟其他所有國家的發展都不同 我也是中國國情 班經常說的 中國國情相當獨特 所以任何世界的規則都不可適用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 無法判斷 在這個我們都不知道 有個那麼混沌的 一些那麼大的課題下 香港作為一個地方 我想希望在哪裏上 我們盡量保守著我們現在有的一些東西 影響到中國多人最好 影響不到起碼我們自己的空間 維持得多少就得多少 可以怎樣捍衛你 我想自己自身的意識都幾重要 如果說起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傳統 未去到政治這些那麼敏感的東西 其實這一定是第一步 所以我覺得 廣東話、中文 我們國際的聯繫 我們國際的視野 我們自己的生活的習慣 我想全部都是非常重要 要盡量去保護 我想在我們自己這幾十年裏面 一個很重要的成功因素 如果香港有成功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自由的元素 所以黎智英被捕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都是她的說話 他們兩手空空來的香港 香港被自由才有機會 由一個一無所有的人發展到現在 所以這個自由香港人一定要珍惜 我們還有多少空間 就不要自我閒制 最後這麼說 你也是上一代社會研討的表表者 沒有這麼說 這些詞印有時候是負面的 社會研討的正面 你的朋友 我想在基本上都是相對傾向武手 在你的年紀 你這麼說 又未必定 因為我自己的圈子 什麼也類罪 什麼也類罪 過去那一年你會不會因為多發聲 而令到一些長年的友誼受損 或是會不會政府的朋友不想找你 他可能不敢找我 又不出奇 我不是很清楚 不過我覺得一 很多朋友都幾好 大家不會說 看法矛盾得很重要 可以有不同 但去到 剛才你說到那些 簡直連偽新聞 什麼都相信那些 我就很少這些朋友 幸運地也好 不幸地也好 這個此其一 第二 我覺得雖然現在 當然說政治 令到很多人去到一種 敵視仇視 差不多是不想見某些人的地步 但你問我在政見上 其實我可能 以前有些人會覺得 我可能都是一些 立場沒有鮮明 原因可能都是這樣 因為政見上不同的人 我其實是完全開放態度 因為其實政見不同的所 我對於哪些人 是會覺得最 需要寓意去追究 或者監察 就是反而是那些 有公權力的人 都去運用公權力 去做某些東西 而那些東西是損害人民利益 那些我認為應該對它客氣 因為你持有權力在手 你需要特別慎重 不可以隨便去運用 此外個人有甚麼意見 如果和你茶餘飯後 你說到你很愛中共產黨 你說你很甚麼 都是你一個的權利 你可以有這樣的看法 所以我可能或許這樣 很多朋友不要鎖去 繼續聊天 因為我不覺得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是你死我活的 我都不覺得要哪些 有公權力的人 是你死我活 不過他一直 他仍在做這些動作 他做一些對公眾有存的時候 他應該受到譴責 應該真的還有一個問題 你覺得未來的下一代 你如果有一些別時間 或者資源可以幫到他們 或者有些有效可以怎樣做 其實真是這一代 即下一代 或者可能都精準一點 香港如果現在是40歲以下的朋友 未來日子都不容易過 所以我覺得兩件事對他們來說最珍貴 一就是自己的性格的培育 一定要一種堅持能夠吃得苦的性格 這是重要的 其實這是我們上一代的性格 即是你的上一代上一代 我們已經不是算最吃苦 即是我們出生時都是窮的香港 但我們上一代吃的苦 簡直是跟現在沒得比 這是第一點的必須 第二點一定要有知識 即你可以有一個很強的信念 有一個很堅定的性格 或者是一個操守 但你如果無知 可以好心辦壞事 我覺得知識很重要 所以希望年紀輕一點的朋友 這兩方面都用同一個方法 積累自己的資產 一方面在自己的性格信念上的培育 一方面增長自己的知識 也希望有些平台可以等前輩們 可以多些跟年輕人聯繫 你講到歷史傳承也很重要 希望能夠做得到 全靠你努力 多謝你 沒客氣 多謝你 差點 不愧 點 不愧 不愧